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來講講最近Pokemon 珠子公佈的一個新付費DLC 就是畫面上的這兩個 分別有前篇的迫之假面 以及藍絲原本後篇 這個DLC叫靈芝被捕 就是珠子的DLC付費 這個DLC分兩個部分推出 現在可以在E-Shop購買 預計在秋季和冬季發佈 右下角也見到 賣港幣229元 有兩個上下部分的DLC 不用特意再買另一個229 剛才講講前篇迫之假面 故事背景是在北上鄉一個地方 參加下令營 而後篇藍絲 藍絲原本 打錯字 藍絲原本就是藍絲原本 交換留學生 留學生打小個字 這個圖片就是前半部分的DLC 其中一幅圖片 有一些Pokemon 後面這幾隻都是Pokemon 這裡有四隻 一、二、三、四 四隻Pokemon 在這個地方應該都是一些寺廟 不是寺廟 交換留學生的一些東西 暫時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背景就是這樣 好 這幅圖片就講了 前半部分就會透露到 以下這些新精靈 根據以往劍盾也是 劍盾也是有新增了DLC 才會有新一批的精靈 再拿到這個簽證 然後再在珠子面世 這次的DLC也是一樣 不過它有分前部分和後部分 和劍盾也是一樣的 有風鈴鈴 美納斯等等的精靈 這些就不多說了 OK 下一部分 好 它最新 剛才在第一幅圖都看到 這個逼之假面 就有這隻綠色的精靈 這隻就是一些特別神秘的精靈 它叫做什麼呢 它叫做握鬼碰 握鬼碰就是它的名字 它這個奇怪的面具 就是它戴上去的 它就不是一個實體 大家在第一幅圖都看到 它是好像一個 好像這個假面貓 假面貓的樣子 其實都很相似 握眼望絡其實很相似 跟假面貓的樣子 OK 而下一隻就叫做泰諾巴哥斯 泰諾巴哥斯 但是暫時就沒有公佈更詳細的地方 在這一個 它身上可以看到 你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仔細的看 其實有些像是一些徽章 也有些像是不同屬性的圖案 這個 意味著可能是有機會 跟艾爾宙斯其實都 有些相似的可能 即是它可能 我猜 有機會是那些變化 即是那些可以自由 變化它的屬性的一些設定 都不定的 但是就 大家參考一下 未必是真的 參考一下 我猜而已 OK 那就下一個了 也都說到 昨天的情報之後 就有公佈 有最新的撥亂種出來 分別是波檔水 和鐵斑葉 你暫畫一看 其實一眼看得出 它是哪一隻精靈 都不多說了 兩隻精靈 分別是水龍屬性 一個是草超能力的屬性 這條影片 我都有說到這隻有什麼特點 OK 那我們來吧 第一隻是波檔水 屬性是水龍 特性是古代活性 古代活性 就是在晴天的情況下 加自己 一行能力最高的能力 而這隻精靈 它有一個專屬技能 這個專屬技能 也挺特別的 就是水晶器 它是一招特攻的水技能 有80威力 它的技能註解也挺有趣的 就是它在晴天下 不會降低傷害 還會增加1.5倍的威力 就是說 如果你在晴天的情況下 它會有80的威力 然後再乘1.5 即是120 然後120 再乘1.5 因為它自己屬性是水龍 所以可以再有這個加成 其實這個招式都非常強力 還有順帶一提 這招招式在晴天下會加攻 如果是下雨天 即是落雨會怎樣 我估計 它也沒有很詳細地公布 究竟會怎樣 我估計這招如果在落雨的情況下 它應該都會加到攻 應該都會加到攻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實實說呢 我就不是的 因為未測試過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看看種族值方面 種族值方面 其實它就 都幾平均 幾平均的 速度呢 速度來講算高 速度來講 還可以接受 未去到低 但是它的特攻就高了 它的特攻其實算高 125的特攻 都幾強勢 挺強勢的分布 有血量 有防禦 有特攻 有速度 是特防可能 未去到很高 但是也不是很低 可以說是一隻 挺強勢的輸出手 而且再加上它的屬性 是水龍 其實都 挺好的 這個屬性 水龍可以抗到什麼 想想一下 水龍弱些什麼呢 水龍應該是弱妖精 龍 妖精和龍 應該是這兩種 水龍所以其實都幾強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只有水龍可以抗到 不是 就是只有妖龍可以抗到水龍這個屬性 這個重 是幾厲害的 不過讓貓我覺得 很一般 簡直可以用噁心來形容 簡直可以用噁心來形容 我們來下一隻 我們來下一隻 其實都 整體上來說 它的威力是幾足夠 我會覺得 OK 下一隻 下一隻就叫做鐵斑葉 看看它的文字簡介 它屬性是草超能 草超能 其實是一個相當之不行的屬性 為什麼 因為草超能它的弱點非常之多 首先本身草屬性 它的弱點已經是多 然後超能屬性 這個屬性又是多弱點 還要是打不到我系 所以其實草超能都相對比較差 其實差不多有幾個弱點 草系有火系的弱點 冰系的弱點 然後飛行的弱點 蟲系的弱點 應該是四個 然後超能力就有鬼 惡 蟲 即是說它已經有七個弱點 如果沒有錯的話 如果沒有錯的話 所以其實這個屬性真的不多 不太行 至於它的特性 就是跟一般 紙版的那些 古代 那些未來的總精靈一樣 同一個特性 就是 電氣場地下 它的能力提高 如果最高的汗 OK 它也有專屬技能 專屬技能 專屬技能就是 一招叫做 心靈劍 還是超能劍 的一招物理攻擊 就是超能力 一樣 都是80威力 80威力 物理攻擊 在電氣場地下 它這個技能就會增加1.5倍 其實 厲害不厲害呢 跟剛才的水晶器一樣 它都有多少攻擊 80x1.5x1.5 如果有電氣場地下 其實這招厲害不厲害呢 這招來說 都厲害的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打雙打的情況下 電氣場地其實有點難去開的 我覺得你不會特意去 為了開電氣場地 會帶著海膽 現時的階段 還有的就是 比起太陽 和水天氣 我會覺得 是差一點點 但是你說超能力 這招是不是不厲害呢 不是不厲害的 不過它都有一個致命點的傷 致命點 致命的弱點 就是打我打不中 尤其是現在都很多惡系 很多惡系 所以其實這招可能 傾向沒有特別說很強 但是不可以說不強 這招不可以說不強 中足值方面 就是脈攻輸出 然後呢 相比之下 這招就比較傾向特防型 但是防禦呢 兩招都差不多 血量就是90 攻擊是130 那130的攻擊其實都算高等 都算高水平 高水平 高水平 特防高 攻擊高 速度有104 104 其實 104其實都還可以 還可以接手 不過比較差的就是 這個屬性 真的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幾乎任何一隻重 都很大機會可以撞到它 對了 不過不要緊的 其實因為你現在有太精化 其實可以改變到自己的屬性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還可以接手 還可以接手 OK 那就看下一個情報 好 下一個情報就是剛剛說過 那幅圖片的三隻野 也有公佈介紹過 在前篇迫之假面當中 以上三隻精靈 就是被視為過去守護 北上鄉這個地方的一個英雄 他受村民愛戴 當地也會幫他們 打造一個石像 搭借他們 分別有哪些精靈 這個名字也挺特別的 這隻就叫救讚狗 救讚狗這個毒金 其實都很相似這三個字 中間那隻叫做元真元 元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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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越來越難讀 很難讀 這個叫做吉初雞 不知道是否特地把那些名字 全部毒音 黏在一起 對了 那樣貌方面 其實我第一隻其實有點像是 那隻叫做 炮烤虎 像炮烤虎 即是新版的火柱 有些少相似 反而... 搞到我以為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我以為看到有什麼導犯 或者一些... 玩家自己創作的圖片 結果不是真的有這隻寵 真的有這隻寵 中間那隻其實就... 好普普通通 沒有什麼...好像妖怪 真的好像妖怪 下一隻小鳥就 傾向正常一點點 但最奇怪的是中間那隻 最奇怪的是中間那隻 那...如果你說戰力方面 可能看圖片 你猜他的能力 我猜第一隻應該是蜜弓手 第二隻應該是干擾型 第三隻可能是速度 速度 或者是特攻 也有可能的,中間那隻我覺得真的類似干擾型 OK,那... 猜能力方面就來到這裡 下一個 好,那下一個就有一點人物介紹 登場在前篇和後篇的一個人物 他是來自北上鄉的人 這裡又打錯字了 並且就讀南會學員的學生 他是丹羽 這個名字 性格侷強有點任性 雖然不善表達 但很關心他的弟弟 下一個當然就是他弟弟 他弟弟也是來自北上鄉 他的弟弟 Wooland 他性格斯文 容易害羞 不時躲在姐姐背後 好在意Padia地區來的主角 也就是之後,DLC裡面的我們 故事的背景就是這樣 這些就沒有什麼特別 和服在這個前篇裡面 你會穿的就是這些衣服 下一個就是南會學員的制服 就是穿這些衣服 同樣去DLC你都沒辦法去到盡量換衣服,你都要一整套換 OK,下一個 最後,以上的一些DLC的新情報先去到這裡 其實還有一個關於阻狼雅克 如果你有買到DLC,他會送一隻阻狼雅克給你 這隻阻狼雅克是洗脆地區的 來到吸引大家去買DLC,然後現在就拿去生蛋或者怎樣 因為他現在還未能打的 但就可以有隻這樣的蟲 OK,最後就是這個DLC解包出來的流出精靈 都是那句,未知真是 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多謝各位看到這裡 我們下次的影片再見,拜拜 我會感到我感到我感到我感到的 いや別人已經很快 那我想,你也幫我感到你 餐了 你嗎 我ayım 我愛你 我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